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是这样 有一个客户要装2008来服务器操作系统 由于我的U盘里边没有这个文件 然后同事下载了一个系统 然后用我的U盘烤过去 然后紧接着同事的电脑就开始出现卡顿 各种慢的情况 第一开始也没在意 后边的话应该是怀疑是中病毒了 然后呢这个事情过去了 大概有一天早晨起来 然后呢我这个电脑呢 家里边这个电脑也是 每次运行程序的时候 他就往外蹦一个窗口 当时我也没在意 我以为他是就是这样的 后边突然间想起来了 就去百度上搜了一下 然后很多网友说这是个病毒程序 而且这个病毒程序是用这个电脑管家 这个他杀不出来 然后呢 网友推荐用一个叫什么火融外杀毒软件 然后下下来下来以后 当时就被发现拦截住了 然后呢我到公司里边的话 把这个电脑上都装上这个杀毒软件 火融了这个安全杀 都扫描了一遍 发现确实是中病毒了 这个病毒的来源当时一直也搞不清楚 后边有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 就是很多大概得有半个月了 差不多 很多天前有一个客户 他装一个工程的汇图软件装不上 大老远从盘单过来 然后他拿了他的U盘 然后考过来这个安装程序 当时呢我就用他的U盘安装 安装完以后的话 我就想自己再存一份吧 然后就考到我的U盘上 当时也没在意 当时怎么说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当时我也没在意 就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这个百度网盘 他这个原文件 安装文件才900多兆 但是客户他的U盘里边 这个文件有两个多G 我以为他这个可能解压U缓存 也没当回事 就考到U盘里边 然后呢 这个病毒 他就开始 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传播到我的U盘上 事隔这么多天 要不是同时这个电脑出现卡顿这个问题的话 我还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病毒程序呢 他还比较聪明 因为这个怎么说啊 系统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默认 这个有一个选项 是查看文件 有一个 怎么说啊 就是说在这个计算机的查看 然后在他的选项里边 他这有一个隐藏受保护的文件 还有显示所有文件 这两个对抗默认是 这两个默认是关着的 也就是说他看不着 后台有两个G 的程序 他有一个带一个横杠 CACHE 第二个我也没当回事 我以为这就是他要生成的文件 后来到网上查了一下 他知道这是病毒 自己生成了一个文件 正因为这个系统默认 他是关着了 所以说看不着 只有当你把这个查看里边 这两个选项打开以后 才能看着后台有两个这样的文件 至此呢 反正问题已经找碎 就是用了 现在用了火融安全的一个杀毒软件 也算是 曾经我还对这个 承讯电脑管家还是挺信任的 感觉这个使得还行 结果 这次被坑了 沙头人家愣是扫不着这个病毒 挺郁闷的 给大家说一声 希望也能帮助到大家 就这儿吧 这病毒真恶心 看着没 搜狗书 服务法上面给我感染了 这是一个病毒程序 WPS给我感染了 迅雷 给我感染了 咱咱们又增加两天了 挺快的 去收这个安装包也给我感染了 看着没 它都多出来一个带横杖 带横杖 CAC11 这个是病毒文件 真郁闷 太恶心了 这个病毒文件 导致我把U盘东西搁是吧